在前一节我们已经成功安装TWIMP这一套AMP的架构工具 在TWIMP里头它本身很贴心的把JUPPO7、JUPPO6的安装程式 也把它包裹在这一套AMP架构里头了 所以简单的说你可以直接点按Install JUPPO6或是Install JUPPO7 就可以很快速的把JUPPO6或JUPPO7的系统安装起来 那么这两个按钮就等着给你尝试 在这节课程中我要示范的是我们从头由JUPPO.org里头来取得JUPPO的系统程式 然后按照它的安装程序一步一步走过来 这样子的话不管以后你使用的哪一套作业系统以及哪一套AMP架构工具 你都有办法从无到有把它安装起来 首先我们先来到JUPPO.org,我已经开好它的画面了 先来到JUPPO.org的首页 接下来我们在下面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Download的标识 在Download的第二行这里有一个JUPPO Code 我们点按这一个 再往下 这里有一个推荐的版本 如果你要安装的是JUPPO6的话 目前最后推荐版本是6.20 如果是JUPPO7的话 那么推荐版本是JUPPO7.0 好,我们来选择这一个JUPPO档案把它下载下来 储存下来 现在已经取得这个档案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在JUPPO.org里头它所推荐的安装步骤 我们再回到它的首页 然后一样是拉到下面来 刚刚我们从JUPPO Core这里取得了JUPPO7的系统程式 现在我们往左边这里来 这里有一个Installation Guide 也就是安装指南 好,往下 简单的帮大家带过一下安装的步骤 第一个是认识系统的需求 这个我们已经看过了 再来是透过FTP的安装 或者是什么的 这些都是快速的步骤 这个我们先跳过 我们要看的是这个地方 一共有四步 第一步是下载并且解压缩JUPPO系统 第二个是建立它的Database 再来是设定它的JUPPO系统的设定程式 最后执行这个JUPPO安装的程序 一共有这四个步骤 我们接下来一步一步往下做操作 首先我们先来到下载档案放置的路径 我们来档案总管的地方 我们把它下载到 一般来说会是你使用者的下载这个目录底下 这里是刚刚我们所下载下来的JUPPO7的核心程式 利用7zip把它解压缩到这个地方来 往回头看一下 现在我们解压缩出来后 得到了一个JUPPO7-7.0的目录 至于我这边还有一个JUPPO7 这个目录是我自己设定的 在我JUPPO7的目录里头 放的是JUPPO7相关下载下来的模组的档案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JUPPO7.0搬到 TEMP的网站跟目录里头 所以我们再开一个档案总管 在这个新开的档案总管里头 我们先来到TEMP 来到西朝 再来到TEMP D703 这是我们在上一节所安装起来的 TEMP架构的程式 进来以后来到它的网站的根目录 HTDAX 然后进来以后 它本身这里有一个预设的JUPPO7.0 这是TEMP本身所提供给你的 因此为了不要让两套系统打架 我们把刚刚下载解压缩出来的 这一个目录先做一下改名 我们把它命名为 MyJUPPO7好了 接下来把这个MyJUPPO7搬到 TEMP中网站的根目录这个地方来 所以我们现在把刚刚解压缩开来的JUPPO系统 放置在TEMP底头的网站根目录这个位置下面 它的名称叫做MyJUPPO7 再回到JUPPO.org里头所讲的 第二步是要建立它的Database 因此我们再回到TEMP刚刚所开的这一个首页 然后我们来到PHPMyAdmin这一套工具程式 它在这个地方有提到 在PHPMyAdmin的地方 它的LoginID是root 然后密码目前是空白的 所以我们是 登录者是root 密码是空白的 按执行 接下来我们要来建立一套资料库 这套资料库名字就叫做MyJUPPO7 刚好跟我们刚刚所解开的JUPPO系统 所建立的目录名称相同 然后按建立 目前我们已经有一个Database叫做MyJUPPO7 OK Database建设完成 我们再回到JUPPO.org里头的指示 第三步是要设定它的Setting.php 这第三步我们实际到文件里面来看一下 这个步骤是适用在JUPPO6跟JUPPO7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 当你拉下来的地方在这里 大约第二段的位置 这里有提到 请你注意到 如果是JUPPO7的话 它这里有提到 如果PHP跟Apache 是同一个user所执行的情况下 JUPPO会试着执行前面的三套步骤 因此我们可以直接执行JUPPO的安装程序 如果我们在执行JUPPO的安装程序中 发生的问题的时候 才有需要来做这个第三步骤 更动JUPPO系统里头的Settings.php 了解了这个概念以后 我们再回到下一步 下一步就是开始执行JUPPO的安装程序 因此我们来开一个新的分页 在这个分页里头 我们打上Localhost 刚刚安装的是MyJUPPO7这个路径底下 按Enter OK 现在已经进入到了JUPPO7的安装程序里头 这里有两个安装的方式 一个是标准安装 一个是简化安装 建议你直接执行标准的安装 因为这种情况下 该装的模组都会帮你装进来 我们按继续 这边呢接下来是选择你的语言 目前这里只有英文的 然后这里还提到 点在这边可以看到如何安装其他的语言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你要先下载一个语言档 然后把它放在你这套JUPPO网站更目录里头的 Profiles Standard Translations 所以我们先来到这边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Translations Server 也就是翻译包的网站 接下来我们来找一下 适合我们所使用的语言 拉下来以后你可以看到这里有 Chinese simplified 这是简体中文的 然后下面这边呢是Chinese traditional 你可以直接从这边点按7.0 刚好这里就有7.0的翻译包 不过呢我建议你先来这里看一下 你现在所到的地方是Chinese traditional overview 这里是繁体中文翻译的主要网页 可以把它拉下来看一下 这里有关于JUPPO的系统核心 有5.23版、6.20版、7.0版 我们要的是这一个 之所以请你来这里看一下 是因为我们在前面有提到 JUPPO是有很多的模组所堆积架构起来的 因此有一些模组你本身也需要它的翻译包 所以往下看的话你还可以看到相关的一些模组 在这边 那么他们相关的版本的翻译包在后面这里 所以在课程后面我们可能还有机会到这边来 再取得相关模组的翻译包 首先这一次我们先来到JUPPO 7.0这里 然后download它的翻译包 把它下载下来 下载完成 再回到我们档案总管下载的路径底下 这个翻译包叫做 JUPPO 7.0.zhhant.po 把这个放到 我们本身 网站的根目录 我们网站的根目录 我们网站的根目录是MyDruple 7 底下的Profiles 然后再来是Standard 再来是Translations 来到这边以后 把这个翻译包放过来 OK 这样子我们就有一个 这个翻译包 如果你采用的是其他的语言的话 你可以比照这个方式来办理 我们再回到浏览器里头来 然后再回到我们刚刚安装的 选择语言这个地方 然后让它重新整理 翻译包放进来以后 现在它也找到了 于是呢 我们现在多了一个 翻译中文的选项可以选择 在这个课程中 我们来安装翻译中文的 接下来点按继续 资料库类型呢 它已经有侦测到 目前我们所使用的是MySeqq 再来资料库名称 给它跟我们网站目录名称一样 叫做 MyJuple7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是做 Juple7的安装练习与使用 所以我取的名称呢 是比较简单一点 在后续你重新安装Juple7的时候 你可以根据你本身的网站 来帮它取一个比较好的名称 接下来资料库的使用者名称 刚刚我们已经在TEMP的主页上面 看到了它在PHP MyAdmin里头 使用的资料库 最高权限的使用者名称是root 再来资料库名称 密码是空白的 如果你在刚刚建立资料库的过程中 有帮它设定的使用者 权限的时候呢 请你按照你帮它设定的使用者名称 来填入这边的使用者名称 以及该资料库 你所给权限的使用者的密码 把它填进来 这边还有个进阶选项 我们看一下 资料库的主机 预设就是你的本机 本机通常以localhost 这个名称来称呼 再来通讯铺 如果你使用的是TEMP的话 它通常会使用 MySQL的标准的通讯铺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不用填 它自己有提到 如果是非标准的话 请你填进来 再来资料表的前置词 如果你有很多程式 要共用这个资料库 也就是说 这个资料库里头 除了放这一个Drupal系统的资料以外 也还放其他某某系统的资料 那么呢 你可以在你的Drupal系统 所放的资料在前面 增加一个前置词 一般来说 我们开一个资料库 就是为了一个Drupal的网站 所设立的资料库 不会跟其他的目的共用 因此这边来讲 通常是留空白 接下来我们按继续 接下来Drupal已经开始在安装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初始化的动作 然后在它左边这里呢 是它目前的安装步骤 我们刚刚已经有做了设定档 选择语言 那刚刚Drupal也做完了系统的需求 资料库设定 现在已经来到了安装设定档 再往下的话 会是翻译语言 跟把网站整个设定起来 稍等一下 全部安装完成以后 现在它开始做界面的翻译 这个也是要稍微等一下 有时候如果你等太久的话 可以再按一下网页的重新整理 OK 接下来已经来到了设定网站这个步骤 就刚刚所讲的 它安装完设定档以后 接下来进行界面的翻译 现在来到了设定网站 下面再来是再翻译一次 然后再来就完成了 现在呢 我们来到了设定网站这个步骤 我们看一下有哪些资料要填写 网站名称 MyDrupal7 网站的电子邮件地址 这是你的网站主要要使用的电子邮件地址 在这边呢 我们是作为练习示范使用 所以这里呢 我们可以随便给上一个邮件地址 即使这个邮件地址呢 目前不存在也还没有关系 再来 维护者 这个就很重要了 这个网站的最高权限使用者呢 就是在这个时候做定义 因此呢 你可以取一个 适当的名称 我们在这里也是作为练习的目的 所以我简单的把它取为 使用者名称叫做admin 然后它的邮件地址呢 就是 adminexample.com 再来密码呢 我也把它叫做admin 再确认一次呢 一样打上admin 在这里的使用者名称 你可以随意设定 如果 这个网站呢 要作为一个正式网站的时候 那么我建议你的使用者名称呢 也应该取成一个 不容易被拆到的名称 这样子来讲的话 可以避免很多治安问题 使用者名称是admin 电子邮件是adminexample.com 再来密码也都是admin 这些请你稍微记一下 在后面的课程中 我们就利用admin这个名称 跟admin这个密码 来进入我们的网站 再往下 伺服器的设定 预设地区 可以选一下 以我的情况来讲 我目前在台湾 那么它的时区呢 是刚好加8 OK这个没问题 再来要不要更新通知 一个是自动检查更新的时候 要不要通知 再来是一个 要不要接收电子邮件的通知 预设上来讲 这个我们都可以把它构选起来 好 我们按继续 这是火无理 问你说要不要帮你记住 我想这个可以不用 或者记住也没关系 OK 我们已经安装完成了Drupal 7的系统 它提到恭喜你 现在已经成功安装完成了Drupal 然后点按检视你的新网站 我们终于来到了Drupal 7的网站 现在我们是在Drupal 7的主画面 OK 这一节我们安装完成了Drupal 7 请进入下一节的课程